好的我们这边来看一下斗舞对阵MRC的第三局下半场 有面阵小陈这边的话是一个底牌 我对底牌加那个张狂 他的话这边是要去争一个三 争三加赛 争四应该保三加赛 争四直接绝杀 而对于这边斗舞来讲 他们选择打了一套抢机子的一个打法 就是跟你把密码机抢开以后 知道你破人一般不带挽留 那么你不带挽留我这边三人开门战保个屏还是蛮好保的 就看是你快还是我快 这局真的比谁快 上来第一个点波波这边小女孩卡住 位置蹲找到第二个点是谁 这边瞄了眼的话应该是傭兵吧 或者是应该是傭兵 要不然不太会选择就不管了 找到了这边的足迹看见了娃娃 贴形态这边要用娃娃来开技能 夹子没夹中 但是平地上面应该是能打到这一刀 打掉起轮形态找机械师 娃娃的话这边机械师应该直接再放 放完以后拉进墓地了 因为这个地图的话 墓地是牵着破轮的一个好点 是一个大点 除此以外其他点的话 这边的一个一二楼也还行 但是这一二楼可能不一定到得了 墓地这边好像似乎也到不了小城 带的是一个尸场 尸场破轮 这我是真没想到 但是前期的一个开局一分钟击倒机械师 而且娃还打掉半个 大老师已经给到了64%的一个多抓率 看他踹机子能不能踹到东西吧 这边的话应该是踹波波小女孩的密码机了 我觉得这边求生者看到这个市场都要惊一下 一脚踹 我那个老天爷 这啥呀 辛辛苦苦两年半密码机啪擦一下没了 对吧 辛辛苦苦的去那边 各种什么撕肥 除草 好不容易 这边还追一刀想要追一个耳机没能成功 这边夹子的话夹中机械师借势 倒借势拉死脚 一刀带走 这个机械师我觉得得卖了 因为现在破轮到二阶了 求生者再来救 因为也没有第二个搏命了 来救也不行 来救没有太大的意义 小城这边的话往外顶 这个局他顶出去打是有机会能征4的 他不能够停留 我觉得这边机械师因为他没有二六能力 顶出去打 你这边捞下来了以后回马枪 选择防守吗 防守的话这边小女孩顺势把人捞下来 我觉得刚才就不用管这个机械师了 就顶出去 你爱卡着卡着你爱救救 对啊我回来这样也行吧 挂飞 这边机子的话 总量加起来也就修掉了三台 而且呢小城这边马上技能好了 进我可以切闪现 顺秒人退我可以踹一台机子 继续控场 节奏是非常好的 节奏是非常好的 但是这边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去追这个佣兵了 滚上刺 切形态 细旋没好不过也不需要 两层刺够了丢夹子 佣兵一个护壁跳开 这边市场好了 那小女孩 又是辛辛苦苦两年半 这密码机感觉又要美啊 这密码机小女孩这台密码机亮不了 一时半会亮不了 这边追刀佣兵好 回声过去踹你密码机 节奏好的牙皮 能亮吗能亮吗能亮吗 好像擦了一丢丢 小女孩 小女孩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辛辛苦苦 诶 不踹 他要来秒小女孩 因为手里面的戏血好了 这边开尖刺滚一下戏血 然后夹子夹中一刀带走 呃 好像确实他没必要踹 他因为他可以锁定一台核心的机子 那这样的话 佣兵这边待会教自己 这悲观没抱到人 夹子没封住 来再夹没夹中 嗯那可能要切闪吧 我觉得这边切闪也行 因为他现在回不了头了嘛 只能切闪了 不切闪这个节奏有点偏慢的 不切闪这个节奏真的偏慢了 刚才这一波能够秒掉小女孩就很舒服了 我觉得这里现在切闪 佣兵教自己的话 他这边是可以去补小女孩的遗产机的 但小女孩现在得走 看怎么走 一个翻板夹 再走 绕 一刀震射 挂的话 这边佣兵的机子似乎不够啊 啊 所以 哎呀我去 这给点亮了 哇那个 那边 密码机 好像 这个时长真是 那还不如早点菜了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这个东西真没办法说 对吧 小陈那波的选择从我这边看很好的 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 他这边没把这小女孩给秒了 他如果能把小女孩秒了真的非常的好 门开不让你交悲观 炸杂机让你交自起 佣兵蹲着 炸机这边交自起 但这样佣兵 能不能走啊 这佣兵有危险啊 这佣兵他没有道具的 炸机是不可能把这小女孩再捞下来的 所以炸机这边先得绕门 那佣兵先卡着 嗯 这里的话再滚一下就不打刀嘛 不要打刀就行了 再滚一下 然后细血压住啊 细血补上好的 爆 可以 炸机走了 炸机走了 那还是一个三抓 可以啊可以啊 这把的话 打的是真不错 就很可惜啊 那个密码机被点亮了 如果不被点亮的话 这要加赛了呀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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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真的是 我觉得两边打的都蛮好的 两边打的都蛮好的 小陈那边的话 波波这把的话 主要他小女孩扛不住了 不扛住 那一波小女孩但凡倒地了 我觉得这把稳稳的死抓 穷者机子一定不够